聖美要來講一下 這個藍潭的傳說 對 因為這個都市傳說 在台灣很驚悚 很多年前沒有 其實應該都知道這個故事 而且拍成電影了 就是人面魚的傳說 但在講這個傳說之前 我稍微講一下 就剛剛我們聊到 從荷蘭人見這個昂貓碧 因為其實我們要科學一點講 藍潭因為它歷史久遠 所以底下水草多 掉下去很容易被困住 都是比較科學的 那剛剛各位提到旁邊的竹子 它自己會長成 但是竹子容易招音 磁場也不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 都市傳說裡面說 因為這個藍潭將近四百年 所以裡面有一隻 很大很大的魚精 那這個魚精呢 它一定有魚冰 魚匠 對不對 那如果有人只要在這個藍潭裡面 釣了一隻很大的魚 只要超過二十斤 馬上就有另外一個人 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會溺斃 就有這個說法 因為地方的父老都這樣說 那從這個故事衍生出去了 一個都市傳說是 1995年 當時的一個媒體 我跟瑞德哥都待過這個報社 有一個社會新聞 所以這個是當時一個新聞喔 就提到有一群好朋友啦 大概五個人 就可能就是這個夫妻 一堆朋友這樣子 那他們那個因為休假嘛 就一起到南部去玩 就去釣魚 那有個說法 他們就是在藍潭這個地方釣魚 釣上一隻無鍋魚 那一般來說 釣到魚很高興 我們就當場就烤來吃嘛 尤其現在要中秋節之類 烤魚啊 一邊就聊天這樣子 就在魚都烤好了 上桌正要吃的時候 我們吃魚會這樣夾 然後會翻過來 有這個五個人喔 釣到魚的是那個陳先生 那這些人在吃魚的時候 一夾那個肉 就有聽到有人 突然有個阿嬤的聲音 用台語說 魚肉好吃嗎 開玩笑 現場根本沒有阿嬤 那五個人 就兩對夫妻跟一個朋友啊 大家就想說誰在講話 再一夾把它翻過來 根據當時在現場的人是說 那個魚的頭開始就發出聲音說 魚肉好吃嗎 那這個事情就傳出去了 所以當時的媒體 就做了這樣一個報導 可是做這個報導之前 還發生了一個悲劇是 這五個人 其中一個我剛剛講 陳先生釣到魚嘛 那一天吃完魚肉 心肌梗塞死掉了 這就是我們之前講的說 大魚精 你只要釣到魚 你可能會付出生命代價 另外四個人都生病 這就是人面魚 看一下 這是有人從嘉義攬潭 用空拍機拍到的 那這一條呢 是真的有在游動 因為我們這是哨片 它不會游動 有在游動 然後他們有下去測量說 這條魚應該有多長 有媒體寫200公分 有媒體寫160公分 其實如果在嘉義攬潭這個地方 這樣魚躺很大 為什麼我說 我確定攬潭應該會有這種魚 是因為 你知道我們有個來賓叫 高仁和高情景 高情景他很喜歡釣魚 這樣 這個釣魚他給我一張相片 他說他有朋友去釣魚 你必談認定給這什麼宴 青檀燕 他給我看說 他的朋友在那邊釣青檀燕 其實那個我現在照片 我可以找 不過要有一點時間 那一張魚是台 沒的 香不起來 那我說那你魚怎麼處理 他說他們把它放掉 對啊 他說那麼大的魚 他們不會吃 因為那個有靈性 對 有靈性嗎 對啊 一定有的 那小魚沒有靈性嗎 不是 他越大的話 我們一邊都吃無辣魚吃 很少 越大的魚 你怎麼吃無辣魚 對啊 你如果吃貓 叫一個無辣魚 不知道幾百歲 可是這麼大應該是魚精 對啊 因為他時間越大 越久啦 他的靈性就越高啦 對啊 你看萬物皆有靈嘛 你看 手有手尖 有沒有 素筋 越大就越有靈嗎 對 那這樣子應該是姚明最有靈 姚明 你不要亂了 什麼話 不要亂 對 姚明有兩百幾公分 不是啦 神木嘛 神木一兩千年 三千年了叫神木 對啊 他就會有靈啊 是啊 比如說 木頭它有生命嘛 那有人想說 犀鳥 釣手頭 貓它有九條命嘛 它就是那個靈性非常的高 而且比較陰險 然後呢 它掛手頭 就是它的靈性會賦予在那一棵樹 比較不會出來做怪 不然九命怪貓有沒有 它有時候會索命 就是會來擾亂 所以古代的人講 其實都有它的道理在那裡 對 而且姚明我管嗎 你知道嗎 兩百多公分啊 我跟他拍照 竟然沒有拍到我呢 很剛 至少拍到頭 大家只看到姚明 我說我跟他合照 沒有人相信 所以如果水很深的 對 那裡真的 魚是有靈的 就是那個魚在那邊 活了很久 它一定是有靈性的 對啊